不要把工作当成天大的事 你不需要拼了命的去证明你自己 第一点 工作本身就是情绪和身体的双重消耗 不管什么工作都会消耗你的身体和情绪 比如头发变得稀松 情绪变得低落 我们工资本身就包含了精神损失费这项 所以大家更不能往心里去 固然就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 会陷入无限的消耗 第二 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 打工的目的是用劳动换取收入 在保重收入到位的前提下 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 不要把所有的工作都扛到自己肩上 不必勉强自己表现的那么优秀 所谓的成就感和价值感 并不只是从工作中获取 第三点 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中 不要给自己加息 我们只是无足轻重的工具 应该明确自己的工作范围 并合理分配精力 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生活和自己想错的事情 第四点 在工作中犯错是难免的 不要把错误上升到我们作为人的层面上 在工作中出现失误很正常 谁都会犯错 我们应该首先关注如何解决问题分析原因 找到根源并记住这个教训 不要把错误上升为 我能力不行 我是个失败的人 第五点 工作不是你的事业 而是老板的事业 与你而言就只是混口饭吃 所以不必太用力 拿多少钱办多少事 太努力退得起你的工资了 谁不是毕业时信心满满 野心勃勃 后来却是心灰意义 第六点 永远不要因为工作而焦虑 这世上除了生死和健康 本能有什么大事 照顾好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 没必要因为工作而感觉到焦虑或者伤心 让那些无谓的 无语 抓麻 指责 背锅 去什么 但是要注意 别把工作看得太重 可不是叫你懒烂